三体 三 死神永生 第一步 危机纪元一到四年 诚心 为了调研冬眠技术 诚心来到海南三亚 中国医学科学院最大的冬眠研究中心 居然设在这个炎热的地方 此时内地正值隆东 这里却像春天般熟识 冬眠中心是一片被绿树演映着的雪白建筑 目前在里面处于冬眠状态的有十几个人 但都是短期的试验者 现在还没有一个真正要跨越世纪的冬眠者 当诚心问能否把一个人的冬眠设备质量 降到一百公斤时 中心负责人哑然失笑 一百公斤?一百吨都难 当然负责人自己也知道 他的话有些夸张 在随后的参观和介绍中 诚心得知 冬眠并不是常人想象的那样 把人动起来 它的温度不是太低 在零下50摄氏度左右 这时冬眠人体内的血液 被一种不动的液体替代 在体外循环系统的作用下 人体主要器官仍保持着最低限度的生理活动 只是这种活动极其微弱缓慢 就很像电脑带机那样 负责人说 一个冬眠人的全部设备 包括冬眠舱 体外生命维持系统和冷却设备 总重量在三吨左右 当与中心的技术人员探讨设备的小型化时 成心突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如果冬眠中的人体温度 要维持在零下50摄氏度 那在寒冷的外太空中 冬眠舱需要的不是冷却 而是加热 特别是在海王星轨道外 远离太阳的漫长航程中 空间温度接近绝对零度 维持零下50摄氏度 几乎像烧一个锅炉 考虑到一至两个世纪的续航时间 最可行的是 使用同位素电池加热 那样的话 负责人说的100吨 竟没太大夸张 在回到总部的汇报会上 各方的调研结果汇总之后 人们再次陷入深深的沮丧之中 以上次不同的是 他们对维德有所期待 都这样看着我干什么 我不是上帝 维德扫尸着会场说 你们的国家 把你们拍到这里来做什么 肯定不是养老和指报告换消息吧 我没有办法 解决这样的问题 是你们的事情 他说完使劲一瞪桌腿 在刺耳的响声中 椅子比哪次划得都远 同时 他第一次违反会议室 不能抽烟的规定 点上了一只血架 人们又把目光转到新来的几位 东眠技术专家身上 他们都一言不发 并非是在思考 而是带着一种 来自专业尊严的怒气 这些偏执狂 在要求一件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 也许 诚心 怯生生地吐出两个字 犹豫地看看四周 他还是不习惯MD 前进 不择手段的前进 维德把这话 同烟雾一起向他吐出来 也许 不一定要送活人啊 诚心说 人们面面相去 然后都询问地 看着东眠专家们 他们都摇摇头 表示不送活人的事 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诚心接着解释 把人急速冷冻到 超低温 零下200摄氏度以下 然后发射 不需要生命维持和加热系统 只有单人太空舱 可以做得很小很轻薄 加上人体 总质量110公斤左右 应该可以了 这个人对人类而言 肯定是处于死亡状态 但对三体人呢 一位东眠专家说 把急速生动的人体复活 最大的障碍呢 是防止冷冻过程中细胞结构的破坏 就像是冻豆腐吧 解冻后成了海绵状 你们大概没吃过冻豆腐吧 这个来自中国的专家 问在场的西方人 大家都表示 即使没吃过 也知道是怎么回事 至于在三体人那里 也许他们有某种方法 防止这种损害 比如在极短的时间内 一毫秒 甚至一微秒 使整个人体瞬间 同时解冻到正常体温 这个人类做不到 我们当然可以做到一毫秒解冻 但同时 人体将被高温气化 诚心并没有太注意听他的话 他现在的思想集中在一个点上 这个被冷冻到零下200多摄氏度 送入太空的人将是谁 他努力不择手段的前进 但脚步还是在颤抖 很好 韦德对诚心点了点头 在他的记忆中 这是韦德第一次表扬下属 本届PTC常任理事国会议 将审议阶梯计划的最新方案 从韦德与各方代表的私下协商看 预期很乐观 因为这一方案的实质 其实是人类第一次与地外文明直接接触 其意义比单纯的探测器提高一个层次 尤其是那个进入三体舰队的人类 可以说是一颗植入敌人心脏的炸弹 运用自己在牟利上的绝对优势 它有可能改变战争的走向 由于特别联大今晚向世界公布面壁计划 PTC会议推迟了一个多小时 PIA的人只能在会场外的大厅中等待 在以前的各次会议中 只有韦德和瓦基姆能够进入PTC的会场 其他人只能等在外面 当咨询涉及到他们中某人的专业时 才被叫进去 但这次韦德让诚心同他们一起去开会 对一名低级助理而言 这是不寻常的重视 当特别联大的会议结束时 他们看到一个人被蜂拥而上的记者围在了中间 那个人显然是刚刚公布的面壁者 PIA的人们心都悬在阶梯计划的命运上 对此兴趣不大 只有一两个人跑出去看 当那个著名的刺杀事件发生时 这里没有人听到枪声 只是透过玻璃大门 看到外面突然出现了骚乱 诚心随着其他人跑出去 立刻被空中直升机的探照灯 炫滑了眼 哎哎哎刚刚有个面壁者被干掉了呀 教授出去了一个同事跑过来喊道 听看到的人说他中了好几枪 给打爆了头 面壁者都是谁啊 韦德冷淡的问道 眼前的事件仍没引起他太大的兴趣 我也不太清楚 听说其中有三个人都是受到关注的候选人 只有这个啊 被杀的这个 他直直诚心 啊是你的同胞 可没人知道他 一个无名小辈 这个非常世代 没有无名小辈 韦德说 任何普通人都可能随时被委以重任 任何显要人物 也可能随时被取代 后面这两句话 说前一句是 他看着诚心 后一句看着瓦记木 然后他被一名PTC会议秘书叫到了一边去了 他在威胁我 瓦记木低声对身边的诚心说 昨天发脾气时 他说你都可以取代我 瓦记木我 瓦记木对诚心抬起一只手 探照灯的光芒穿过他的手掌 照出里面的血色 他不是开玩笑 这个机构的人事操作 不需要遵循常规 而你 沉稳 扎实 勤奋 又不发创造力 特别是你的责任心 超出工作层面之上的责任心 我很少在其他姑娘身上看到 唱 真的 我很高兴 你能代替我 但 你还代替不了我 他抬头望着周围的混乱 因为你不会把你妈卖给寄院 在这方面 你还是个孩子 我希望你永远是 有人急步走来 查到他们中间 是柯曼林 他手里拿着一份文件 诚心看着像是 阶梯计划可行性研究的阶段报告 他把文件举了几秒钟 并没有把它递给谁 而是狠狠地摔在地上 贱鬼 柯曼林气急败坏地大叫 即使在压到一切的直升机 的轰鸣中 也引得周围几个人转头看 猪都是猪 只会在享乐的泥潭中 打滚的猪 你说谁啊 瓦继姆吃惊地问 所有人 全人类 半个世纪前就登上了月球 可现在还是什么都拿不出来 什么都做不了 诚心拾起地上的文件 和瓦继姆翻看着 果然是可行性研究的阶段报告 写得很专业 这样扫几眼看不出什么 这是维德也回来了 PDC会议秘书刚通知他会议 将在15分钟后开始 看到局长 克曼林才稍微冷静一些 NASA已经完成了两次太空小型核爆炸推力实验 结果就在这份报告里 要想达到额定速度 飞行器的整体质量仍大的离谱 要再降低降到现在的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啊 也就是说只剩十公斤了 他们甚至还送来了好消息 说辐射帆可以降到十公斤 有效载荷嘛 他们很慈悲的说 可以有半公斤 但不能再多了 因为载荷的增加必然导致翻锁加粗 载荷增加一克 翻锁就增加三克 使得达到光速的十分之一成为不可能 所以我们只有半公斤 啊 半公斤 正如我们的天使所说 像羽毛一样轻啊 维德微笑着点了点头 可以让莫尼尔去 我母亲的猫 不她也得减肥一半才可以啊 在别人愉快工作时 维德总是处于阴沉状态 而大家都处于绝望中时 他却轻松幽默起来 总是这样 开始诚心以为这是领导者的风度 瓦继姆说他不会看人 这与领导风度和鼓舞士气都没关系 只是因为维德喜欢看到别人绝望 即使处于绝望中的也包括他自己 欣赏人的绝望对他而言有一种快感 瓦继姆是个很忠厚的人 却对维德做出如此阴暗的评价 让诚心有些吃惊 但现在来看 维德确实在欣赏着他们三个人的绝望 诚心感到自己的身体已经抽出了支撑 多日的劳累一起显行 他软软地坐到草坪上 站起来 维德说 诚心第一次没听他的命令 只是坐着 我真的累了 他默然地说 你 还有你 维德直指诚心和柯曼林 以后不允许出现这样没有意义的精神失控 你们只能前进 不择手段地前进 前面没路了 放弃吧 瓦继姆看着维德恳切地说 你们认为没有路 是因为没有学会不择手段 那会议怎么办 取消议程吗 不 议程按计划进行 文件来不及准备了 我们只能口述 口述什么 半公斤的探测器 还是五百克的猫 都不是 维德最后这句话 让瓦继姆和柯曼林的眼睛亮了起来 诚心也瞬间恢复了活力 弹簧般从草坪上跳起来 这是 在这重弹的罗吉的救护车 在军警车和直升机的簇拥下 开远了 纽约的灯海又恢复了光芒 在这光灿的背景之上 维德像一个黑色的鬼魅 只有双眸的冷光 时隐时现 他说 直送大脑 三体 三 死神永生 第一步 危机纪元 一到四年 成心 时间之外的往事 节选 火龙出水 连发弩 和阶梯计划 在中国明朝曾经出现过这样一种武器 由一个内装多枚小火箭的母舰 也就是火龙 和母舰身上的助推火箭组成 这种武器从海面发射 助推火箭将母舰推离水面贴水飞行 母舰则在飞行中射出内置的小火箭 另外 古代战争中还出现过连发弓箭 东西方都有记载 中国的记载最早出现在三国时期 以上两种武器都是把落后的技术 以先进的方式组合起来 试图产生貌似超越时代的能力 现在回望危机纪元之初的阶梯计划 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他试图用当时的落后技术 把一个很轻的载荷 推进到光速的1% 这样的宇航速度 本来需要一个半世纪后的技术 才能实现 这时人类的探测器 已经飞出太阳系 并且能够使探测器 在海王星的卫星上着陆 所以在航线的推进段上 布放核弹的技术是比较成熟的 困难是控制飞行器航线 与每枚核弹精确交错 以及核弹的起爆控制 每枚核弹必须在辐射帆 刚刚飞越它时起爆 距离由3000米至10000米不等 依核弹的爆炸当量而定 随着翻的速度增加 所需的控制精度越来越高 但即使翻的速度达到光速的1% 控制精度也在纳秒级以上 以当时的技术 经过努力还是可以做到的 飞行器本身没有任何动力 它的航行方向完全由核弹的爆炸位置进行控制 航线上的每枚核弹都带有位置控制发动机 在翻到来之前精确定位 在交错时两者相距只有几百米 调整这个距离就可以使爆炸推力与翻 形成不同的角度 进而控制飞行器的航向 辐射翻是软性薄膜 只能把有效载荷用翻锁拖拽在后方 这使得整个飞行器看起来像一个沿航行方向横放的巨大的降落伞 按当量不同 核爆在伞后3000米至10千米出发声 为避免核爆辐射对太空舱的影响 翻锁很长 使太空舱尽量向后靠 这个距离长达500千米 太空舱表面由蒸发降温材料覆盖 在每次核爆中不断蒸发 在降温的同时不断降低自身重量 这个超级降落伞如果降落到地球上 其下坠物接触地面时 伞本身还在500千米高的太空 那几根翻锁将用纳米材料飞刃制成 只有蛛丝的十分之一粗 肉眼不可见 100千米的重量只有8克 但强度足以在加速时拖动太空舱 且不会被核辐射给切断 火龙出水和连发弩 没能发挥两极导弹和机关枪的作用 同样 阶梯计划也难以把人类带入宇航新时代 它只是用当时的技术所进行的 孤注一掷的努力 和平卫视洲际导弹的集群发射 已经进行了半个小时 之前发射的六枚导弹的尾计 重合在一起尽头的月光像一条银色的天国之路 这以后每隔五分钟就有一团火球沿着这架银桥升上高空 周围的树影和人影在它的光芒中像秒针一般走动 首批将发射30枚导弹 将300颗核弹头送入到地球轨道 它们的当量从50万到250万吨级不等 与此同时 在俄罗斯和中国 白洋和东风导弹也在不间断的发射中 这很像世界末日的景象 但诚心专业的眼光 从这条天国之路尽头的弯曲度看出 这不是洲际攻击轨道 而是太空发射轨道 那些本来可能致几亿人死亡的东西 现在一去不回了 用它们那巨大的能量 去把那片羽毛推进到光速的1% 诚心仰望天空热泪盈眶 每次发射的光芒都是它的泪花格外精盈 它在心中一次次的对自己说 即使只做到这一步 阶梯计划也值了 但旁边的两个男人 韦德和瓦继姆却在这壮丽的景象 无动于衷 甚至懒得抬头看 只是抽着烟冷漠地在谈论着什么 诚心知道他们谈话的内容 阶梯计划的人选 在NASPTC常任理事国会议上 第一次通过了一个 还没有形成文本的提案 诚心也第一次见识了 平时沉默寡言的韦德的雄辩能力 他说如果三体人能够复活一个生动的人体 也一定能够复活一个这样的大脑 并且用某种外部接口与它交流 对于一个能够把质子展开成二维 并在上面着刻电路的文明来说 这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一个大脑与一个完整的人没有什么区别 他有这个人的意识 这个人的精神 这个人的记忆 特别是有这个人的谋略 如果成功 这仍然是进入敌人心脏的一颗炸弹 尽管各常人理事国并不认为 大脑等同于一个人 但也没有别的选择 特别是他们对阶梯计划的兴趣 有很大一部分 在于推进到1%光速的技术 提案便以5票赞成 2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 阶梯计划全面启动 人选问题的困难 渐渐凸显出来 对于成心来说 他甚至没有对那个人进行想象的勇气 即使他的大脑真的能被截获并复活 那以后的生活 如果那能被称为生活的话 对他来说也将是一个噩梦啊 每次想到这一点 他的心就像被一只同样处于 零下200多摄氏度超低温的兵手攥尽了 但阶梯计划的其他领导者和执行者 并没有他这种心理障碍 如果PIA是一个国家的情报机构 事情早就解决了 但PIA实际上只是一个由 PTC各常任理事国组成的情报联席会议 同时阶梯计划对国际社会完全透明 这件事因此变得极其敏感 关键问题在于 在派出这个人之前 必须杀死他 随着危机爆发之初的恐惧尘埃落定 另一种声音渐渐成为国际政治的主流 要防止危机被利用 成为摧毁民主政治的武器 PIA的人都收到自己政府的再三指示 在阶梯计划的人选上必须慎重 千万不能让别人抓住把柄 面对这个困难 维德同样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通过PTC再由他通过联合国 推动尽可能多的国家建立安乐死法律 与以前不同 他在提出这个想法时并不太自信 PTC的七个常任理事国中 很快有三个通过了安乐死法 但在法律中都明确阐明 安乐死只适用于生患目前医疗技术 无法救治的绝症的病人 这离阶梯计划的要求相去甚远 但再向前走一步几乎不可能了 阶梯计划的人选 只能从绝症患者中寻找了 三体三死神永生 第一步危机纪元一到四年 成心 天空中的轰鸣声和火光消失了 发射告一段落 维德和几名PTC观察员上车离开了 这里只剩下瓦基姆和成心 瓦基姆对成心说 咱们看看你的心情吧 成心是在四天前收到DX3906所有权证书的 那是一个巨大的惊喜 使他陷入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 一时晕头转向 一整天他都在心中不停地对自己说 有人送我一颗星星 有人送我一颗星星 哎呀 我有了一颗星星 在去局长那里汇报工作时 他的欢心如此光芒四射 令维德也不由地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诚心告诉了他 并把证书给他看 一张废纸 维德不以为然地把证书扔还给他 你要是明智些的话 就早些把他降价给转卖了 还不至于什么都得不到 他这话丝毫没有影响成心的心情 其实他已经料到他会这么说 对于维德 成心知道的只有他的工作资历 先是在CIA后升任美国国土安全局副局长 然后到这里 至于他的私生活 除了那天他透露自己有个妈 和他妈有只猫 他一无所知 也没听谁说过 连他住在哪里都不清楚 他仿佛就是一台工作机器 工作之外 就在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关机了 成心又忍不住把星星的事告诉了瓦基姆 后者倒是热烈地祝贺了他 说他让全世界的女孩都嫉妒 包括所有活着的女孩 和所有死去的公主 因为可以肯定 她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得到一颗星星的姑娘 试问 对于一个女人 还有什么比爱她的人 送她一颗星星更幸福呢 可她是谁呢 诚心自问 应该不难猜到吧 首先可以肯定 这人很有钱 资产至少应该在九位数 才可能花几百万 送一件只具有象征意义的礼物啊 诚心摇了摇头 从学校到工作 诚心有过许多仰慕者和追求者 但他们中没有这样富有的 同时呢 此人文化程度很高 是一个在精神修养上急不寻常的人 瓦迹梦说着 不由得仰天感叹起来 浪漫到这个程度 即使在爱情小说和电影中 我他妈都没看到过呀 诚心也在感叹中 少女时代 她也曾在玫瑰色的梦想中沉醉过 现在 虽然自己还年轻 却已经开始为那些梦想自嘲了 但没有想到 这颗现实中突然飘来的星星 其浪漫和传奇的程度 已经远远超出了他少女时的梦幻 他不用想就可以肯定 自己不认识这样的男人 也许只是一个遥远的暗恋者 冲动中 用自己巨额财富中的一部分 来完成一个奇想 满足一个他永远不知道实情的愿望 即使这样 他也很感激他 晚上 诚心登上了新世贸大厦的楼顶 迫不及待地想看到自己的心情 在这之前 他已经仔细看过随证书寄来的观星资料 但当天纽约上空阴云密布 第二天第三天也都是阴的 云曾像一只捉弄他的剧长 捂住他的礼物不放开 但诚心并没有失落 他知道 他收到的是一件最不可能丢失的礼物 DX3906就在宇宙中 可能比地球和太阳的寿命还长 他总有一天能看到它 晚上 他长久地站在公寓的阳台上 看着夜空想象那颗星星的样子 城市的灯海在云层上映出一片暗黄色的光运 他去想象那是他的DX3906 给云照出的玫瑰色 他梦到那颗星星 梦中他在恒星的表面飞翔 那是一颗玫瑰色的星球 没有灼人的烈焰 只有春风般的清凉 恒星表面是清澈的海洋 能清晰地看到水中玫瑰色的枣群 醒后他笑自己 作为一个航天专业毕业的人 他在梦中都没能忘记 DX3906 没有行星 说到星星的第四天 他和几个PIA的人 飞到卡拉维拉尔角 参加首批导弹的发射 由于太空发射的位置要求 洲际导弹不能从原部署位置发射 只能集中到这儿 此刻 夜空万里无云 导弹的尾迹正在散去 成星和瓦基姆 再次看那份观星指南 他们都是对天文学 并不陌生的人 很快找到了那个位置 但都没看到那颗星星 瓦基姆从车里 拿出两架军用望远镜 用它们再次朝那个方向看 很轻易地就找到了DX3906 然后拿开望远镜 用肉眼也能看到了 诚心陶醉地长时间看着那个暗红色的光点 努力想象着那不可想象的遥远 努力把这距离转化为可以把握的形象 如果把我的大脑放到阶梯计划飞行器上 向他去飞 恐怕要三万年才能到 他没有得到回答 转头一看 发现瓦基姆没和他一起看行情 而是正靠着车平视前方 夜色中隐约能看到他满脸的忧郁 瓦基姆 怎么了 诚心关切地问 瓦基姆沉默许久才回答 我在逃避责任啊 什么责任 我是阶梯计划的最合适人选 诚心十分知境 他从来没像这方面想过 经他这一提醒 才突然发现确实如此 瓦基姆有深厚的航天专业背景 又同时有外交工作和情报工作的丰富经验 心理稳定而成熟 即使在健康人中临选 他也是最合适的人 可你是一个健康的人啊 是的 但我还是在逃避啊 是有人向你暗示过什么吗 诚心首先想到的是韦德 没有 但我还是在逃避 我三年前才结婚 女儿才一岁多 妻子和女儿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不怕死 可真不想让他们看到 我那样连死都不如啊 可你根本就没这个责任啊 无论是PIA还是你的政府 都没有命令你承担这个使命 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命令啊 是 我只是想对你说说 我毕竟是最合适的人 瓦基姆 人类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对人类的爱是从 对一个一个人的爱开始的 首先负起对你爱的人的责任 这没什么错 为这个自责才荒唐呢 谢谢你的安慰 诚心 你是配得到这个礼物的 瓦基姆仰头看诚心的星星 我也真想送他们一颗星星啊 夜空中亮起一个光点 然后又是一个 在地面上照出了人影 那是太空中进行的核爆推进试验 三体 三 死神永生 第一步 危机纪元 一到四年 诚心 阶梯计划的人选工作 必须加进进行 但这项任务 对诚心的压力很小 他只是参与其中的一些事物性工作 主要是对人选的航天专业背景进行考察 这个专业背景是人选的先决条件 由于人选的范围只能是三个通过安乐死法的 常任理事国中的绝症患者 几乎不可能找到 具有这项使命所要求的超级素质的人 PIA 努力通过各种渠道 寻找尽可能多的候选者 碰巧这是诚心的一个大学同学来到纽约 他们见面后谈起了其他同学的下落 这个同学提到云天明 他从胡文那里听说他已是肺癌晚期 时日无多了 当时诚心也没多想什么 立刻找到阶梯计划人选的负责人 于为民副局长 推荐云天明为候选人 在诚心的余生中 他无数次回忆那一时刻 每次都不得不承认 他当时真没有多想什么 诚心要回国一次 因为他与云天明的同学关系 于为民让他代表PIA 去与云天明谈这件事 他立刻答应了 也没多想什么 听完诚心的讲述 云天明慢慢地从床上坐起来 诚心让他继续躺下 他只是默然地说 自己像一个人待会儿 等轻步离开的诚心刚把门关上 云天明就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狂笑 真是个大傻瓜 还有比他更傻的吗 他以为给了他所爱的人一颗星星 那人就爱他 就流着盛光的眼泪 飞越大洋来救他了 多美的童话 不是 诚心 是来让他死 接下来的一个简单推论 更是让他笑得窒息 从诚心到来的时间看 他肯定不知道云天明 已经选择了安乐 换句话说 假如云天明没有选择安乐 他来了以后 也要让他安乐 引诱他 甚至逼他安乐 错了 他给他的死法 并不安乐 姐姐让他去死 只是怕他白花钱 这完全可以理解 况且 他是真心想让他死得安乐 但诚心 却想让他成为死得最惨的人 云天明惧怕太空 同每一个学航天的人一样 他比别人更清楚太空的险恶 知道地狱不在地下 而在天上 而诚心想让他的一部分 承载灵魂的那一部分 永远流浪在那无边无际 无限寒冷的黑暗深渊中 这还是最好的结果 如果他的大脑真如诚心所愿 被三体人截获并复活 那才是真正的噩梦 那些冷酷的异类 会首先给他的大脑 连上感官接口 然后做各种感觉的输入试验 对他们最有吸引力的 当然是痛苦感 他们会依次让他体验 恶感 咳感 鞭打火烧的感觉 窒息的感觉 还有老虎凳和电行的感觉 凌迟的感觉 他们会搜索他的记忆 看看他最惧怕的酷刑是什么 他们会发现的 那是他从某个变态的历史记载中看到的 首先把人打得皮开肉绽 然后用纱布裹紧他的全身 当一天后血干了 再丝丝拉拉的把纱布全扯下来 如果搜索 他们会发现他的这个恐惧 然后他们会把撕纱布时的感觉 输入他的大脑 历史上真正经历那个酷刑的人 很快就死了 但他的大脑死不了 最多也就是休克 在他们看来 也就像芯片锁死一样平常 重新启动后可以暂时 一遍遍地是 出于好奇或仅仅是为了消遣 他没有任何解脱的可能 他没有手和身体 咬舌自杀都不可能 他的大脑就像一节电池 一遍遍地被冲入痛苦的电流 绵绵无奇 永无止境 他接着笑 笑得喘不过气来 诚心推门进来 关切地问 天明 你怎么了 他的笑 戛然而止 把自己变成一具僵尸 云天明 我代表联合国行星防疫体制会 战略情报局问你 你愿意尽一个人类公民的责任 接受这个使命吗 这完全是自愿 你可以拒绝的 看他圣洁的庄严 看他殷切的期待 他在为人类文明而战 他在保卫地球 周围怎么是这样 看这束夕阳透进窗里的余晖 透在白墙上如一滩肮脏的血 外面孤独的橡树 不过是坟墓中深处的枯骨 一抹凄惨的微笑 出现在云天明的嘴角 渐渐一散开来 好的 我接受 危机纪元 五到七年 阶梯计划 瓦基姆死了 他的车冲出汉米尔顿大桥的桥栏 扎进了哈雷姆河 车用了一天的时间才打捞上来 解剖遗体后发现 瓦基姆身患白血病 车失控是由于白血病 产生的眼底出血 导致的突然失明造成的 诚心悲痛万分 瓦基姆像一位兄长那样关心他 帮他适应了异国的工作和生活 特别令诚心感动的 是他那宽广的胸怀 诚心在工作上很主动 他的聪慧很引人注目 虽是出于责任心 但必然处处抢瓦基姆的风头 可他表现得很大度 总是鼓励诚心 在越来越大的舞台上 展示自己的才华 对于瓦基姆的死 部门内的人们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 专业人员大都像诚心一样 为他的领导悲伤 而那些冷酷的间谍特务 则都在窃窃私语着他们的遗憾 瓦基姆在水里浸了太长时间 大脑不能用了 诚心的悲痛 渐渐被一个疑惑所占据 怎么这么巧 这想法初次出现时 令他打了个寒颤 如果这背后真有阴谋 那他的阴暗和恐怖 是他无法承受的 他请教过技术规划中心的医学专家 得知 仍为导致白血病是可能的 使受害者至于放射环境中 就有可能治病 但放射剂量和时间都很难掌握 低了不足以在短时间内治病 高了又会使受害者 得迅速死亡的放射病 而不是白血病 从时间上看 如果瓦基姆在PTC开始 推动安乐死法的时候 被人下黑手 现在的病况与时间是吻合的 如果真有凶手 那一定极其专业 诚心曾经拿着高精度 盖格技术仪 检查过瓦基姆的办公室和公寓 没发现什么异常 少量的放射性残留 都能得到正常的解释 但他看到了瓦基姆 压在枕头下的妻儿的照片 漂亮的妻子 是比他小11岁的芭蕾舞演员 小女儿更是可爱的让人心碎 瓦基姆曾对诚心说 也许是出于职业上的神经质 他从来不把他们的照片 放到桌面或者是窗头柜上 下意识地认为 这样会使他们暴露 在某种危险面前 他只是想看时才拿出来看 想到这里 诚心的心一阵叫痛 每当想起瓦基姆 诚心的思绪总会不由自主地 转到云天明的身上 现在 他已同另外七位候选人一起 在特别护理下 集中到GPIA总部不远的 一处秘密基地 接受各种测试 以便从他们中间 产生最终的人选 自从在国内 与云天明见了一面之后 诚心的心头总是被阴云笼罩 那阴云开始时只是若隐若现的一缕 后来渐渐的浓重 使他的心海难见天日 诚心回忆起第一次见到云天明时的刑警 那是大一刚入学时 本专业的同学轮流做自我介绍 他看到云天明静静地待在一个角落里 看到他的第一眼 他就立刻真切地感受到了他的孤独和脆弱 以前他也见过同样孤僻的男孩 但从没有过这种感觉 好像潜入到他的心里偷看一样 诚心喜欢的男性是那种阳光型的 自己阳光也把阳光沐浴到女孩的心里 云天明正是这种男人的反面 但诚心总是有一种关心他的愿望 他与云天明交流时总是小心翼翼 生怕不慎伤害了他 以前对任何一个男孩 他都没有这样小心翼翼过 那次听同学谈起云天明 诚心发现 他虽已被自己遗忘到记忆里 一个遥远的角落 若不是别人提起 可能再也想不起来 但一旦想起 那个角落中的他 竟十分清晰的 那天夜里诚心做了一个噩梦 又梦到了他的心情 但上面海洋中玫瑰色的枣群 渐渐变成了黑色 后来整个恒星坍缩成一个黑洞 一个完全不发光的黑洞 像太空被挖去了一块 黑洞的周围 有一个发出荧光的小小的物体在运行 那个东西被黑色的引力禁锢着 永远无法逃脱 那是一个冰冻的大脑 诚心醒来 看着纽约的灯火 在窗帘上投下的光晕 突然明白自己做了什么 其实他不过是向云天明 转达PIA的请求 而他完全可以拒绝 他是为了保卫地球文明的 崇高目的而推荐他的 他的生命已走到尽头 如果他再晚到一会儿 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他甚至是救了他 真的没什么 他真的没做什么 会让良心不安的事 但同时他也第一次知道 那些人就是念叨着这样的话 把妈卖给妓院的 三体 三 死神永生 第一步 危机纪元 五到七年 阶梯计划 诚心接着又想到了冬眠技术 现在已经有了第一批真正的冬眠人 大部分是到未来寻找救治机会的绝症病人 云天明还是有机会生存下去了 虽然以他的社会地位要进入冬眠可能很困难 但在他的帮助下应该有可能实现 他的这个机会其实是被他剥夺了 第二天一上班 诚心就去见维德 他原打算找余文明的 但还是觉得直接见局长更好一些 反正最终的决定权就在他的手里 同每次到维德的办公室一样 诚心还是看到他在盯着自己手上燃烧的雪茄 他很少看到他做通常意义上的领导工作 如打电话 看文件 谈话和开会等 他不知道维德什么时候去做这些事 能看到他在做的只是沉思 沉思 无休无止地寂寥的沉思 诚心对维德说 自己认为五号候选人不合格 收回自己的推荐 同时请求把五号从候选人中除名 为什么 他的测试成绩名列前茅啊 维德的话让诚心大感意外 同时心也冷了下来 在对候选人的测试中 首先使用一种特殊的全身麻醉 使被测试者的身体各部分和大部分感官失去知觉 但一时保持清醒 以模拟大脑脱离身体独立存在的状态 测试的内容主要是心理方面的 考察被测试者对异类环境的适应能力 但测试的设计者并不知道三体舰队的内部环境 只能凭猜测进行模拟 总的来说 这类测试十分严酷 他的学历太低了 诚心说 哦 你的学历倒是很高啊 但要让你的大脑去完成这个使命 那肯定是最别角的一个 他的性格很孤僻 说真的 我没见过这样孤僻的人 根本没有能力融入周围的社会环境 诶 这正是五号的最大优势 你说的环境是人类的环境 很好地与这种环境融为一体的人 同时也对他产生了依赖感 一旦切断他与人类环境的联系 并将其置于一个完全异类的环境中 可能产生致命的精神崩溃 你正好就是这方面的例子 诚心不得不承认韦德说的有道理 别说置身异类环境 就是那个测试本身都可能让他崩溃 其实他心里清楚 以自己的级别 让PIA的最高领导 放弃一个阶梯计划的候选人 是一件不可能成功的事 但他不想轻易放弃 他想孤注一掷 不惜诋毁他想帮助的人 最重要的是他长期隔绝于人群之外 对人类没有责任心 更谈不上爱心 说完这话 诚心自己也怀疑 这是不是真的 地球上有他留恋的东西啊 韦德说这话时仍盯着雪架 但诚心感觉他的目光 从雪架头上反射到他的身上 并带上了那一小团暗火的热量 好在韦德并没有在这个话题上 继续渗入 五号的另外一个优点啊 是他很有创造力 这多少弥补了专业背景的不足 知道吗 他的一个简单的创意 就让你的另一个同学 成了一万富翁 诚心刚从候选人资料上看到过这事 知道他的同学中 还有拥有九位受资产的富豪 但他不相信胡文是送星星的人 半点都不相信 他不是那样的人 如果真想向他示爱 他会送一辆名车 会一串钻石项链什么的 但不会是星星 其实按照应有的标准 所有的候选人都差得远 但没办法 你让我更坚定了对五号的信心 谢谢 维德终于从雪茄上抬起头 在微微冷笑中看着成心 像以前一样 他又在欣赏 他的绝望和痛苦 但成心并没有完全绝望 他参加了为阶梯计划候选人 举行的一个宣誓仪式 按照危机后修订的太空公约 任何借助地球资源 飞出太阳系之外 进行经济开发 移民 科学研究和其他活动的人类 都必须宣誓忠于人类社会 这本来被认为是一条 为未来制定的条款 宣誓在联合国大会堂举行 与几个月前宣布面壁计划不同 这个仪式不对外公开 参加的人也很少 除了七名阶梯计划候选人之外 还有主持仪式的联合国秘书长 和PTC轮值主席 在听众席的前排只坐着两排人 主要是包括成心在内的 PIA参与阶梯计划的人 宣誓的过程很简短 宣誓者把手放在联合国秘书长 手中的联合国旗上 说出规定的誓词 大意识保证自己永远忠于人类社会 在宇宙中不做任何损害人类利益的事 宣誓按候选人的序号进行 云天明前面有四个人 他们中有两个来自美国 一个是俄罗斯人 一个是英国人 排在云天明后面的 有一个美国女性 还有一个他的中国同胞 所有的候选人都露出明显的病容 其中两位还坐在轮椅上 但他们的精神都很好 他们的生命如一盏 有已经耗尽的灯 在最后的时刻 被拨亮了灯芯的火焰 诚心看到的云天明 比上次见到时更憔悴了 但显得很平静 他没有朝诚心这里看 云天明前面四人的宣誓 都进行得很顺利 其中那位轮椅上的美国人 以年过五十身患疑腺癌的物理学家 坚持从轮椅上站起来 自己走上主席台 完成了宣誓 他们那雷弱但执着的声音 在空荡的会堂中 发出隐隐的回响 这中间唯一的小插曲 就是那个英国人 问自己能不能对圣经宣誓 得到的回答是可以的 于是他把手按在圣经上 说完了诗词 然后轮到了云天明 尽管诚心是无神论者 但他此时真希望 能抱住刚才英国人 按照的那本圣经 对他祈祷 天明啊 说出你的誓言吧 宣誓忠于人类 你会的 你是个有责任心 有爱的男人 正如维德所说 这里有你留恋的东西 他目送云天明 走上了主席台 看他走到了手捧 联合国旗的萨伊面前 然后 他紧张地闭上双眼 诚心没有听到云天明的誓言 云天明从萨伊的手中 拿过那面蓝色的旗帜 把他轻轻放到旁边的奖牌上 我不宣誓 在这个世界里 我感到自己是个外人 没得到过多少快乐和幸福 也没得到过多少爱 当然 这都是我的错 他在说这番话时 双眼微闭 语气舒缓 仿佛在浏览自己击击的一生 而下面的诚心 则想听到末日审判般 微微颤折起来 但我不宣誓 我不认可自己对人类的责任 云天明镇定地说 那你为什么答应承担阶梯计划的使命呢 萨一问 他的声音很柔和 看着云天明的目光 也很平静 我想看看另一个世界 至于是否对人类忠诚 要取决于我看到的三体文明 是什么样子 萨一点了点头 淡淡地说 没有人强迫你宣誓 你可以下去了 下一位 请 成心像跌进了冰窖般 浑身抖动了一下 他紧咬下唇 极力不使自己的眼泪流出来 云天明通过了最后的测试 韦德从前排座位回过头来 看着成心 这次他能欣赏到 更纯粹的绝望和痛苦了 他用目光说 看到他的素质了吧 成心回问 可如果他说的是真心话呢 韦德接着用目光说 如果我们这样相信 敌人也会相信 韦德转过身去 像想起什么似的 又回头瞥了成心一眼 这游戏真有趣啊 是吧 接下来的事情 有了一些转机 候选人序号的最后一位 43岁的美国女性 乔伊娜 一名身患艾滋病的 NASA太空工程师 也拒绝宣誓 说她到这里来 几乎是被迫的 如果不来 将受到周围人的鄙视 她的亲人将离她而去 把她扔在医院中等死 谁也不知道 乔伊娜说的是不是真话 更不知道 她是不是受了云天明的启发 但在第二天深夜 乔伊娜的病情突然恶化 感染导致的肺炎 使她呼吸衰竭 凌晨就去世了 由于是因病去世 她的大脑没有按照正常的程序 从活体取出急速冷冻 已经因缺氧而死亡 不能使用了 云天明当选为 阶梯计划的使命执行人 三体 三 死神永生 第一步 危机纪元 五到七年 阶梯计划 最后的时刻终于来临 诚心得到通知 云天明的病情急剧恶化 要做脑切除手术了 手术在威斯切特医疗中心的脑外科进行 诚心站在医院外面 他不敢进去 但又不忍心离开 只能站在那里 咀嚼自己的痛苦 同来的韦德 静自向前走去 走了几步停下来 转身欣赏了几秒钟 诚心的痛苦 然后满意地把最致命的一击 抛给他 啊 还有一个惊喜 你的那颗星星啊 是他送的 诚心恶然僵硬在那 周围的一切在他的眼中飞快变化 仿佛之前看到的只是生活的投影 某种真实的色彩 此时才显现出来 情感的激浪 一时间让他找不到大地的存在 诚心转身向医院飞跑 跑进大门 飞奔过长长的走廊 在脑外科区外面 他被两个警卫拦住了 他不顾一切的挣扎 却被死死抓住 他掏出证件塞给对方 继续冲向脑外科手术室 手术室外站着很多人 看着狂奔而来的他 惊恶地闪开一条路 诚心猛地撞开手术室 亮着红灯的门 一切都已结束 一群白衣人同时转过头来 遗体已经从另一个门推走 在他们正中有一个工作台 上面放着一个一米左右高的 不锈钢圆柱形绝热容器 刚刚密封 从容器中涌出的 由超低温液氦产生的白雾 还没有消散 由于低温 那些雾紧贴着容器的外壁 缓缓流下 流过工作台的表面 像微型瀑布般躺下 在地板上方消失了 白雾中的容器看上去 似乎不像是尘世中的东西 诚心扑到工作台前 他带来的气流 冲散了低温的白雾 他感到被震寒气拥抱 但寒气立刻消失了 他仿佛是同自己追赶的东西 短暂的接触了一下 那东西随即离开他 飘向另一个维度的时空 他永远失去了它 诚心扑在夜海容器前痛哭起来 悲伤的洪流淹没了手术室 淹没了整状大楼 淹没了纽约 在他上方成了湖成了海 在他悲伤之海的海底 几乎窒息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诚心感到有手放在自己肩上 这手可能早就放上去了 只是他才感觉到 有一个声音在对他说话 也可能已经说了很长时间 他刚听到 孩子 有一个希望 这苍老而徐缓的声音说 然后又重复一遍 有一个希望 诚心仍在几乎窒息的抽气中 但这个声音 渐渐引起了他的注意 因为这并不是想象中空洞的安慰 话的内容很具体 孩子 你想想 如果大脑被复活 装在他的最理想的容器 是什么 诚心抬起泪眼 透过朦胧的泪花 他认出了说话的人 这位一头白发的老者 是哈佛医学院的脑外科权威 他是这个脑切除手术的主导 当然是这个大脑原来所说的身体 而大脑每一个细胞 都带有这个身体的全部基因信息 他们完全有可能把身体磕隆出来 再把大脑移植过去 这样 他又是一个完整的他了 诚心呆呆地看着眼前的超低温容器 泪水横流 突然他像是想起了什么 说出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吃惊的话 那他吃什么 然后诚心转身跑出去 同来时一样急切 第二天 诚心来到维德的办公室 他看上去像那些绝症中的候选人一样憔悴 把一个信封放到维德面前 我尽求在飞行器的太空舱中带上这些种子 维德把信封中的东西倒出来 那是十几个小塑料袋 他很有兴趣地挨个看着 小麦 玉米 马铃薯 这是寄养蔬菜吧 这个辣椒吗 诚心点了点头 我记得他喜欢吃 我记得他喜欢吃 维德把所有小袋一起装回信封 推给他 不行 为什么 这质量仅仅十八克 我们要为减轻零点一八克的质量而努力 就当他的大脑中了十八克吗 问题是他没中那十八克啊 加入这份质量 意味着最终速度的降低 与敌剑队的交汇可能会晚许多年 再说了 维德开始露出了他冰冷的微笑 那就是个大脑 没有嘴 更没有胃 要这些有什么用啊 别信那个克隆的神话 他们会在合适的培养箱里养活这个大脑的 诚心真想把维德手中的雪茄抢过来摔到他脸上 但他克制住了自己 默默地把信封拿回来 我还越过你想上级请求的 可能没用 然后呢 然后我辞职 这不行 对PIA你还有用啊 诚心也冷笑了一下 你阻止不了我 你从来就不是我真正的上级 我清楚这一点 但我不允许的是 你就做不了 诚心转身离走 接替计划需要有一个熟悉云天明的人去未来 诚心站住了 但必须是PIA的人 嗯 你愿意去吗 好了 你现在啊 可以低交辞城了 诚心继续向门口走 但脚步慢多了 最后终于站住 维德的声音又在后面响起 对了 你必须明确自己的选择 我同意去未来 诚心扶着门虚弱地说 没有回头 诚心唯一一次见到阶梯飞行器 是当他的辐射帆在地球同步轨道上展开时 25平方千米的巨帆 曾短暂地把阳光反射到北半球 那时诚心已经回到上海 深夜 他看到漆黑的天幕上 出现一个橘红色的光团 五分钟后 就渐渐地变暗消失了 像一只在太空中看了一眼地球后 慢慢闭上了眼睛 以后的加速过程 肉眼是看不到的 唯一让诚心感到安慰的是 种子带上了 但不是他拿的那些 而是经过航天育种部门精心挑选的 那面9.3公斤重的巨帆 用4根500千米长的蛛丝 拖拆了那个直径 仅为45厘米的球形舱 舱的表面覆盖着蒸发散热层 起航时的质量为850克 加速段结束时减为510克 加速航段从地球延伸至木星轨道 在这段航程上 已经预先布设了1004枚各种当量的核弹 有三分之二是裂变核弹 其余是氢弹 它们就像是一串太空地雷 阶梯飞行器的加速过程 就是依次触发这些核地雷的过程 除此之外 还有数量众多的探测器 巡行在加速航道上 以监测阶梯飞行器的航向和速度 及时调整下一枚核弹的位置 核爆炸的闪光以一定的间隔 不断地在巨帆后面亮起 向搏动的心脏 辐射的飓风强劲地推动着 这片轻盈的羽毛 当接近木星轨道的第997枚核弹爆炸时 监测表明 飞行器已经达到了预定速度 光速的1% 但故障就在这时出现了 监测系统通过巨帆反射光的频谱分析发现 帆开始卷曲 据推测 最大的可能是一根帆锁断 但第998枚核弹仍被引爆 只剩下三根帆锁的帆 此时得到了一个错误的速度分量 偏离了预定航线 帆继续卷曲 雷达反射面急剧缩小 监测系统丢失了它 也丢失了它的轨道参数 人类不可能再找到它了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随着岁月的流逝 飞行器距预定的航线将越来越远 与三体舰队交汇 并被集合的希望也越来越小 按照它最后的大致方向 它将在六千多年后 掠过第一颗恒星 五百万年后飞出银河系 但阶梯计划至少成功了一半 人类成功地把一架飞行器 尽管轻得像羽毛 推进到准相对论速度 诚心本来已经没有理由去未来了 它似乎要继续被阶梯计划 完全改变了的人生 但PIA仍然让它冬眠 它的使命变成了阶梯计划的未来联络员 设想这项计划如果能对两个世纪后的人类 与航有帮助 就需要一个全面了解它的人 而不仅仅是死的资料 其实派它去的真正目的可能只是希望阶梯计划 不被未来所遗忘或误解 这一时期还有一些其他的大型工程项目 像未来派去联络员 目的也一样 如果千秋功罪真有人评说 现在已经可以派一个人去解释 岁月造成的误会 当诚心的意识在寒冷中模糊时 他感到一丝安慰 和云天明一样 他也要在无边的黑暗中漂流了 三体 三 死神永生 第二部 威慑纪元十二年 青铜时代号 从青铜时代号上可以用肉眼看到地球了 减速航行时 舰尾对着地球方向 能离开岗位的人们 纷纷来到舰尾广场 透过宽阔的闲窗观看地球 这时地球还只是一颗星星 只能微微地看出些蓝色 最后的减速开始了 随着星际引擎的启动 原来处于失重状态 漂浮于广场上空的人们 如落叶般缓缓向闲窗飘去 最后都贴在高大的闲窗玻璃壁上 过载缓缓加强 停在一个句 这是地球的重力 闲窗成了地面 趴在上方的人们 感到这重力 像是前方母亲星球的拥抱 玻璃壁像回音壁般 传递着人们的声音 回家了 回家了 要见到孩子了 我们能有孩子了 他说他还等着我呢 到时候你肯定看不上他了 你是全人类的英雄啊 到时候追你的女孩 像这个鸟群一样 哎呦 多少年没看到过鸟群咯 想想前面的事 真像梦啊 现在才像梦啊 太空真可怕呀 是啊 我回去就退役 开一个小农场 永远生活在大地上 据地球舰队惨烈的覆灭 已经14年了 在太阳系的两端 爆发黑暗战役后 残存的舰队 与地球的联系就中断了 但在其后的一年半的时间里 青冬时代好 仍能监听到地球 发出的大量信息 大部分是地球表面的广播和通信 也有清晰度更高的太空通信 但突然 在危机纪元208年11月初的两天时间里 地球向太空溢散的 带有信息的电磁波全部消失 所有的波段都陷入一片沉默 地球就像一盏突然关掉了灯 当人类得知宇宙的黑暗森林状态之后 这个在篝火旁大喊的孩子立刻浇灭了火 在黑暗中瑟瑟发抖 连一颗火星都害怕了 在最初的几天里 甚至民用移动通信都被禁止 全球大部分通信基站都被强令关闭 这在以前肯定会引发大动乱的措施 现在却得到了民众广泛的理解和赞同 虽然随着理智的渐渐恢复 移动通信也恢复了 但对电磁发射的管制空前严格 无线通信都被限制在很低的功率 超过此功率的发射 则可能被判处反人类罪 其实人们心里面也很明白 这是毫无意义的过度反应 地球电磁信息向太空溢散的高峰 是在模拟信号时代 那时的电视和无线广播都有很高的功率 但进入数字通信时代后 一方面大量的通信转入光纤和电缆 另一方面 即使无线的数字通信功率 也叫模拟通信小许多 地球向太空的电磁溢散 急剧的减少 以至于三体危机前 还有学者忧虑 地球越来越难以被外星朋友发现了 其实电磁波是宇宙间最原始 效率最低的信息传递方式 在太空中 电磁信号的衰减和畸变都很快 绝大部分自地球溢散的电磁信息 都传不出两光年 只有叶文杰创造了那种 恒星级功率的发射 才有可能被星际监听者接受到 以人类的技术水平向前一步 高效的宇宙信息传递技术 有两种 中微子和引力波 后者后来成为人类对三体世界的主要威慑手段 黑暗森林理论对人类为名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 那个篝火鱼尽跑的孩子 由外向乐观变得孤僻自闭了 对于地球电磁信息突然消失的原因 青铜时代号上的人们 大多认为太阳系已经被占领了 青铜时代号增大了加速功率 像26光年外的一颗带有内地行星的恒星进发 但在十天后 青铜时代号突然收到了一条 来自太空舰队司令部的电波信息 信息同时发向青铜时代号 和远在太阳系另一段的蓝色空间号 说明了刚刚发生在地球上的事情 告诉他们 人类对三体世界的威慑已经成功建立 让两舰立刻返航 并说明这条信息是冒险发出的 不会再重复 对于这个信息 青铜时代号不敢轻信 不排除是太阳系的占领者设下的陷阱 但未可能的返航考虑 飞船停止了加速 同时向地球连续发电询问 不过均无答复 地球的电磁静默在继续着 正当青铜时代号准备再次启动加速时 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一个来自三体世界的质子 在舰上低微展开 在青铜时代号和太阳系之间 建立了量子通信信道 于是一切才最终被证实 青铜时代号上的太空军人们得知 作为末日战役中幸存的战舰 他们已成为人类的英雄 整个地球世界都在盼望着他们的回归 舰队司令部宣布 对青铜时代号上的全体官兵 集体授予最高荣誉勋章 青铜时代号立刻返航 这时它位于距太阳 2300个天文单位的太空中 早已跃出科伊伯代 但距奥尔特星云还十分遥远 由于已经接近了最高航速 减速消耗了大量聚变燃料 最后向太阳系方向 只能达到较低的速度 回家的航行用了11年 前方出现了一个小白点 迅速清晰起来 这是迎接青铜时代号的 万游引力号战舰 万游引力号 是末日战役后 地球建造的第一艘 恒星级战舰 现在星际飞船的外形 越来越不规则 一般的巨型飞船 都是由几个模块组成 可以组合成多个形状 但万游引力号则相反 成一个白色圆柱体 这个圆柱体是如此规则 以至产生了一种不真实感 好像某种超级绘图软件 以太空为屏幕 会出的一个基本形状 仿佛是柏拉图 理想世界中的一个元素 而不是现实中的实体 如果青铜时代号上的人们 看到过地球上的引力波天线 会立刻发现 这艘飞船 几乎是它的完美复制品 事实上 万游引力号的整个船体 就是一个引力波天线 它等同于一个 能进行星际航行的 引力波发射器 同地球上的那个发射器一样 可以随时向宇宙的各个方向 广播引力波信息 这两个巨型引力波发射装置 共同构成了人类 对三体世界的黑暗森林威慑 编队航行了一天之后 青铜时代号在万有引力号的护送下 进入地球同步轨道 缓缓搏入太空港 从青铜时代号上可以看到 在太空港广阔的空气区 人山人海 世界上这么多的人聚集在一起 能想起来的只有奥运会开幕式 和卖家朝圣了 战舰缓缓进入一片彩色的大雪中 那是人海中向他们抛出的鲜花 舰上的人都向两侧的人海中跳望 试图找到他们的亲人 他们远远看到每个人都热泪盈眶 忘情的欢呼着 青铜时代号微微震动了一下 终于停泊 舰长向舰队总部报告飞船的情况 同时说明将留下执行人员 得到的回答是 应该让他们尽快与亲人团聚 不必留舰执行 一名上校率领替代的执行小组 很快登舰 他们和舰上遇到的每个人拥抱 共同洒下重逢的泪水 从他们的军装上 看不出是属于哪支舰队 他们告诉舰上的人 重建的太阳系舰队将是一个整体 而包括他们在内的 参加过末日战役的精英们 将成为舰队的骨干力量 我们将在有生之年征服三体世界 并为人类开辟第二个太阳系 那位登舰迎接的上校说 立刻有人回答说 外太空太可怕了 他们愿意永远待在地球上 上校回答说 那当然好 他们是全人类的英雄 有权选择自己今后的生活 不过在休息一阵后 他们会改变想法的 他渴望看到这艘伟大的战舰 再次启航 青铜时代号上的人们开始离舰 所有官兵穿过一条长长的通道 进入空气去 眼前豁然开朗 与舰上相比 这里的空气异常清新 像雨后初晴般香甜 在蓝色地球的背景下 人海发出的欢呼声 充满了广阔的空间 在上校的要求下 舰长开始点名 上校兼职要求点了两遍 确认全舰人员都在此 突然 一切陷入寂静 周围的人海依旧沸腾着 但发出的声浪完全消失了 上校的声音响了起来 他脸上仍残留着温暖的微笑 但声音在这诡异的寂静中 如利剑般锋利 现在声明 你们都已被开除军级 不再属于太阳系舰队 但你们给舰队带的耻辱 永远无法抹去 你们现在也不能与亲人团聚 他们并不希望见到你们 你们的父母 以你们为耻 你们的配偶 大部分已经离你们而去 虽然社会并没有歧视你们的孩子 但他们这十多年 也是在耻辱中长大 他们恨你们 你们已经被移交给舰队国际的司法系统 上校收完 与几位随行军官匆匆离去 同时 人海消失了 周围暗了下来 几座探照灯光 来回扫射 照处包围他们的大批武装宪兵 他们分布在周围广场上 和远处的台阶上 所有的枪口都对准这里 有人回头看看 青铜时代号周围的那些花树倒是真的 在漂浮的花丛中 他们的战剑像一口带葬的巨大棺材 脚下的磁力鞋也同时失效了 他们在尸重中 失去支撑漂浮起来 像一群动弹不得的靶子 一个冷漠的声音 从什么地方向他们喊话 所有携带武器的人 请把武器交出来 请各位配合 否则无法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从现在起 你们所有人都因一级谋杀罪 和反人类罪被逮捕了 三体三 死神永生 第二步 威慑纪元十三年 审判 对青铜时代号案件的审理 由太阳系舰队的军事法庭进行 法庭位于地球同步轨道的舰队基地中 舰队国际的主体位于火星 小行星带和木星轨道上 但由于地球国际对此案极为关注 于是把法庭设在地球附近 为适应来自地面的旁听者 基地旋转产生重力 在法庭辽阔的窗外 蓝色的地球 耀眼的太阳和银河系灿烂的星海交替出现 仿佛是不同价值观的宏大展示 青铜时代号案件就在这变幻的光影中开庭 法庭审理持续了一个月 以下是部分庭审记录 尼尔斯科特 男 45岁 上校军衔时任青铜时代号舰长 法官说 我们还需要再次回到 对量子号攻击的决策构成上来 斯科特说 那我再重复一遍 攻击是由我独立决定 并下令进行的 之前我没有同青铜时代号的 任何一位军官讨论和沟通过 法官说 你一直试图独揽全部责任 这对你 甚至对你试图袒护的对象都不利 公诉人说 已经证明 攻击前有过一次权鉴投票 斯科特说 对这次的投票呢 我已经做过说明了 鉴赏人员总计1775名 赞同攻击的只有59人 不是攻击的原因和依据 法官说 你能给出这59人的名单吗 斯科特说 投票是无记名的 在界内网络上进行 这些在航行和作战日志上都有记录 公诉人说 你没有说实话 我没有充分证据证明 投票是记名的 更重要的是 结果与你所说的完全不同 你篡改了日志记录 法官说 我们现在需要你交出真实的投票结果记录 斯科特说 我没有 现在那上面显示的结果 就是真实的 法官说 尼尔斯科特 我提醒你 如果你继续对法庭调查 采取这种不合作的态度 可能会害了你的许多无辜的部下 也就是那些曾对攻击量子号投反对票的人 如果没有你提供的证据 我们只能依据现有罪证 对青铜时代号 所有下级军官 所有士官和士兵 统一定罪量刑 斯科特说 怎么能这么做 我们面对的是法律吗 你是法官吗 无罪推定原则呢 法官说 对反人类罪 不是用无罪推定原则 这一国际法准则 在危机纪元就确立了 以确保人类的叛徒 受到法律制裁 斯科特说 我们不是人类的叛徒 我们为地球而战时 你们在哪 公诉人说 你们是 两个世纪前的地球三体组织 背叛人类的利益 今天的你们 背叛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准则 斯科特沉默了 法官说 希望你知道伪造政绩的后果 另外你在开庭的时候 曾代表本案所有的被告 发表过一份声明 对量子号 1847名死难者 和他们的亲人表示忏悔 现在是你体现诚意的时候了 斯科特长时间的沉默之后 我说 好吧 我交出真实的结果 你们可以从 青铜时代号上的 日志数据库中的 一个加密记录中得到 那有全部的投标记录 公诉人说 在此之前 你能对大体情况 做一个说明吗 比如 赞成攻击量子号的人 有多少 斯科特说 1670人 占舰上总人数的94% 法官说 请速静 斯科特说 但即使结果不是这样 即使赞成率低于50% 我也会发起攻击的 公诉人说 那我提醒你 青铜时代号 与太阳系另一侧的 自然选择号等新建不同 AI智能程度较低 没有部下的配合 你不可能单独发动攻击 赛巴斯蒂安史耐德 男31岁 少校军衔 时任青铜时代号 武器系统目标甄别 和攻击模式控制军官 公诉人说 你是青铜时代号上 除舰长外 唯一拥有阻止和中止 攻击的系统权限的军官 史耐德说 是的 法官说 你没有这么做 史耐德说 没有 法官说 你当时的心理状态是什么 史耐德说 那一瞬间 不是攻击的那一瞬间 是之前我得知青铜时代号 再也不能够返回 飞船就是我的全部世界的 那一瞬间 我就改变了 没有过程 一下子就变了 变成另外一个人 就好像 那个传说中的什么 思想纲印一样 法官说 你认为有可能吗 我是说 舰上存在思想纲印 史耐德说 他当然不可能 我只是比喻的 太空本身啊 就是一个思想纲印 总之那一个瞬间 我就放弃了自我 成了集体的一部分 成了集体的一个细胞 一个零件 只有集体生存下来 自己的存在才有意义 就是这样 我说不清楚 我不指望你们理解 即使您法官先生 亲自乘上青铜时代号 再向太阳系外 沿着我们的航线航行 几万个天文单位 甚至比那更远 你也不可能理解 因为你知道你还会回来 你的灵魂一步都没有离开 还在地球上 除非飞船的后面 突然间一无所有 太阳地球都消失 变成一片虚空 那是你才能理解 我的那种变化 我是加利福尼亚人 公元1967年 我的家乡发生了 这样的一件事情 有个名叫 罗恩琼斯的高中教师 请不要因为我暂时的跑题 打断我 谢谢 为了让他的学生 透彻地理解 什么是集权 什么是纳粹 就在班上用模拟的方式 建立了一个集权社会 只用了五天的时间 琼斯就成功了 他的班级成了一个 微型的纳粹德国 在那里 每个学生都自愿放弃了 自我和自由 融入至高无上的集体 并对集体的目标 充满宗教般的狂热 最后这场 以游戏开始的教学试验 几乎是失控了 后来这件事 被德国人拍成了电影 当时还写过了一本书 名叫 《集权只需五天》 同样 青铜时代号 在得知自己 永远流浪太空的命运后 也建立了一个这样的 集体集权社会 知道我们用了多长时间吗 五分钟 真的只是五分钟啊 那个全体会议 只开了五分钟 这个集权社会的 基本价值观 就得到了 青铜时代号 绝大多数人的认可 所以当人类 真正的流落太空时 集权 只需五分钟 鲍利斯 鲍文斯基 男 三十六岁 中校军衔 时任 鲸铜时代号 副舰长 法官说 你是率领首批 小分队进入被攻击的 量子号吗 鲍文斯基说 是的 法官说 当时里边 还有活着的人吗 鲍文斯基说 没有 法官说 遗体情况怎么样 鲍文斯基说 人都死于氢弹电磁脉冲 作用于 舰体产生的次生波 遗体全部完好 法官说 你们是怎么处理遗体的 鲍文斯基说 像蓝色空间号上那样 为他们建立了纪念碑 法官说 纪念碑中有遗体吗 鲍文斯基说 没有 我怀疑 太阳系另一段 蓝色空间号建立的 那座纪念碑上 也没有 法官说 那遗体去了哪 鲍文斯基说 补充舰长的食品库存 法官说 全部 鲍文斯基说 全部 法官说 这件事情 是怎么决定下来的 是谁首先决定 把遗体作为食物的 鲍文斯基说 这个 我真的想不起来了 当时感觉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我负责全件后勤配给 只会对遗体的注存和分配等工作 法官说 遗体是怎样食用的 鲍文斯基说 就是那样 大多数是同生态循环系统的蔬菜和肉类混在一起烹调 法官说 食用者都是哪些人 鲍文斯基说 所有人 青铜时代号上所有人 建上四个餐厅里都有这种食物 肯定都吃过 法官说 他们知道吃的是什么吗 鲍文斯基说 当然 法官说 他们的反应呢 鲍文斯基说 我想 肯定有人有些不适应吧 但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 哦 有一次在军官餐厅用餐时 我还旁听了一位军官说的句 谢谢 乔伊娜 法官说 这是什么意思 鲍文斯基说 卡尔乔伊娜中尉是量子号上的通信军官 他吃的好像就是他的一部分 法官说 他怎么可能知道吃的是谁呢 鲍文斯基说 您知道身份标识单元吧 像一粒米那么大 直入左臂 能耐高温 偶尔碰调时 没把那东西取出来 使用者在盘子里发现时 可以用随身的通信器什么的 把上面的信息读出来 法官说 法庭速静 请把两位晕倒的女士送出去 你们不会不知道 这种行为已经打破了人类的道德底线 鲍文斯基说 当时有另外的道德底线 青铜时代号 在末日战役中超功率加速时 因为动力系统过载 建成的生态循环系统断电近两个小时 系统因此造成严重损坏 恢复得很慢 冬眠系统也出现故障 只能容纳500多人 这样还有一千多人要吃饭 当时如果没有额外的补给 会有一半人饿死 即使没有这种情况 考虑到未来漫长的航程 把那么多宝贵的蛋白质资源 抛弃在太空中不加以利用 才是打破了道德底线 当然我不是在为自己辩护 也没有为青铜时代号上的任何人辩护 当我已经恢复到地球人的思维时 讲出这些来并不容易 请相信 并不容易 尼尔斯科特舰长在法庭的最后陈述 我没有太多要说的 只有一个警告 生命从海洋登上陆地 是地球生物进化的一个里程碑 但那些上岸的鱼 再也不是鱼了 同样 真正进入太空的人 再也不是人了 所以人们 当你们打算飞向外太空 再也不回头时 请千万要慎重 需付出的代价 比你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最后宣判结果 因犯反人类罪和谋杀罪 尼尔斯科特舰长和其他六名高级军官 被判终身监禁 其余一千七百六十八人中 只有一百三十八人被宣布无罪 余下均被判刑 刑期从二十年至三百年不等 三体三 死神永生 第二步 由于舰队国际的监狱 位于火星和木星轨道之间 荒凉的小行星带 犯人们只能再次飞离地球 青铜时代号返航后 他们虽来到了距地球近在直尺的同步轨道 但三千五百一千米中的这最后三万千米 却永远走不过去了 当押送飞船加速时 同在返航的战舰中一样 他们又都飘落在船尾的弦窗上 像一堆永远无法归根的落叶 看着无数次萦绕梦中的蓝色地球 渐渐地远去 再次变成一颗淡蓝色的星星 在离开基地前 包括原副舰长罗文斯基 原目标甄别军官史奈德等十几人 在陷兵的压界下 最后一次进入青铜时代号 同接收该舰的新部队 进行一些细节方面的交接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 这里曾是他们的整个世界 他们在各处精心设置了草地 森林和海岸的全新影像 还培育了真正的花草 修建了喷泉和鱼池 使这里真正成为家的样子 现在这一切都不存在了 他们的痕迹被完全抹去 青铜时代号 又变成了一艘冷冰冰的星际战舰 舰上遇到的每一个军人 都对他们投来冷漠的目光 或者干脆忽略他们的存在 这些军人在敬礼时 目光特别专注 以表明这军礼 是对着压界他们的宪兵军官的 与这些穿球服的人无关 史奈德被带到一个球形舱里 向三名军官交代一些 目标甄别系统的技术细节 那三名军官两男一女 那名女中尉十分美丽 但这三人面对史奈德 就像面对一个电脑查询界面一样 声音冷淡的输入问题 等待回答 没有一丝礼貌的表示 更没一句多余的话 需解决的问题并不太多 一个小时就完成了 这时史奈德在半空中的操作界面上 点了几下 似乎是在离开前习惯性地 关闭操作窗口 然后他突然猛踹舱壁 在失重中飞到球形舱的另一端 几乎同时 球形舱分成了两个 三名军官和一名宪兵 被关在其中一个舱里 史奈德独自在另一间里 史奈德在面前调出一个操作界面 以令人目眩的速度点击着 那是一个通信界面 他在激活青铜时代号的 大功率超远程星际通信系统 一声闷响 舱壁被激光枪烧出了一个小洞 舱内充满了白色的浓烟 宪兵从另一侧把枪管伸管 对准史奈德 警告他立刻停止操作 并打开舱门 青铜时代呼叫蓝色空间 青铜时代呼叫蓝色空间 史奈德的声音并不高 他知道呼叫传输的距离 与他的音高无关 一束激光穿透史奈德的胸膛 血液变成红色的蒸汽喷出 被自己的血雾所笼罩了他 用尽最后的生命 嘶哑地喊出一句话 不要返航 这里不是假 对于地球发出的返航诱饵 蓝色空间号本来就比青铜时代号多了一些犹豫和怀疑 它只进行低功率减速 直至收到青铜时代号的警报时 还保持着离开太阳系的正速度 收到警报后 它立刻由减速转换为全功率加速 继续逃离太阳系 当地球通过三体的质子情报得知这个消息时 两个文明第一次拥有了一个共同的敌人 令他们欣慰的是 蓝色空间号目前还不具备 对两个世界进行黑暗森林威胁的能力 它即使以最大功率向宇宙发送两个恒星系的坐标 也几乎不可能被第三方收到 要到达最近的恒星巴纳德星 进行恒星级功率的宇宙广播 以蓝色空间号的航行能力 是要300年时间 但目前它的航向并没有改变 以指向巴纳德星 而是仍然向着之前确定的目标 NH558J2型飞行 是2000多年才能到达 万有引力号立刻起航追击蓝色空间号 这是目前太阳系唯一一艘能够进行恒星级航行的飞船 在此之前 三体世界曾提议由速度更快的水滴 水滴的正式称呼是强护作用力宇宙探测器 来追赶并摧毁目标 但地球世界坚决拒绝了这个提议 认为这是人类的内部事物 末日战役是人类最大的创伤 十多年来 其疼痛不但没有减轻 反而愈加剧烈 允许水滴再次攻击人类 在政治上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尽管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 蓝色空间号已经是一艘异类的飞船了 但对其执法只能由人类实施 也许考虑到时间充裕 三体世界没有坚持 只是强调 万有引力号具有发射引力波的能力 必须保证它的绝对安全 水滴应与其同行 以确保对蓝色空间号的压倒优势 于是万有引力号与两个水滴编队航行 它们之间的距离保持在几千米 两者大小悬殊 当看到万有引力号的全景时 水滴几乎不可见 但后者的表面却完整而清晰地映着 万有引力号的镜像 万有引力号只比蓝色空间号晚见十年时间 除了引力波发射 并没有更多的先进技术 其推进能力只是略优于蓝色空间号 能追上后者完全凭借燃料优势 即使这样 按照目前两件的速度和加速度 万有引力号追上蓝色空间号 也需要五十年时间 三体 三 死神永生 第二步 微社纪元61年 直见人 在一棵巨树建筑的顶端 诚心仰望着他的星星 那是他被唤醒的原因 在当年的群星计划中 共有15个人购买了17颗恒星 除成心外 其他14人都淹没在茫茫历史中 也找不到有合法继承权的后人 大低谷像一只筛子 绿的太多的东西 现在只有成心是唯一一个合法拥有恒星的人 现在的人类还没有飞向太阳系外的任何恒星 但技术的飞速发展 已经是300光年内的恒星 不再只有象征意义 诚心拥有的DX3906 被证明并不是一颗裸星 刚刚发现它带有两颗行星 从其中一颗行星的质量 轨道和大气光谱推测 它极可能是一颗与地球十分相似的内地行星 于是其价值迅速飙升 人们随后惊奇地发现 这个遥远的世界竟然是有主人的 联合国和太阳系舰队 想收回这颗恒星的所有权 但按照法律 这只有在其主人同意出让的情况下 才能实现 于是冬眠了264年的成心被唤醒了 成心醒来后首先得知 同预料的一样 阶梯飞行器没有任何消息 三体人舰队没有截获它 也没有观测到它的存在 阶梯计划已经被历史遗忘 云天明的大脑 永远迷失在茫茫的太空中 但就是这个已经目入虚无的人 却给它爱的人 留下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世界 一个由一颗恒星和两颗行星构成的世界 DX3906的行星 是一位名叫IAA的博士生发现的 他在做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研究时 采用了一种新的观测方法 用一颗恒星作为引力透镜 观测另一颗恒星 由此获得了这个发现 在成心眼中 IAA是个像鸟一般清零的女孩子 充满生机地围着他飞来飞去 他自称熟悉公园人 因为自己的导师 就是一位公园世纪的物理学家 也许是这个原因 他得到了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 被指定为 成心与联合国太空开发署之间的联络人 联合国和舰队的要求让成心很为难 他当然不能独自占有一个世界 但也不能把深爱他的人送的礼物给卖掉 他提出无偿放弃对DX3906的所有权 只保留那张证书作为纪念 但却被告知不行 按照现有的法律 政府联合国和舰队 都不能无偿接收这样大宗的个人资产 他们只能从他手中买下DX3906 这是成心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 经过痛苦的考虑 他决定出让两颗行星的所有权 保留恒星 但同时与联合国和舰队签署一份附加协议 确定人类可以免费使用该恒星产生的能量 经过研究 这个想法在法律上是可行的 AA告诉成心 只出让行星的话 联合国的出价就低许多 但那仍然是一笔巨额财产 他需要成立一个公司来运作 AA接着问 如果成立公司的话 成心是否愿意让他来工作 得到成心的肯定答复后 AA立刻打电话 辞了了太空开发署联络人的职位 并声称自己开始为成心工作了 开始为他的利益说话 你傻不傻呀 AA大叫道 有许多的选择 你却做了最糟糕的一个 比如你可以把恒星一起转让 那样你就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了 或者什么都不转让 整个星系全给自己留着 这是完全可以的 在这个时代 法律对个人财产是绝对保护的 没人能抢走你的世界 然后你再多眠 直到能够飞向DX3906的那一天 你可以飞到自己的世界去 那么大的地方 有海洋和大陆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当然哦 最好要带上我 诚心说他已经决定 我们俩相隔快三个世纪了 我不能指望能马上互相理解 是是 AA一声叹息 可你应该重新认识良心和责任这两样东西 责任是你出让行星 良心呢 是你保留恒星 责任又让你放弃恒星的能量 哎呦 你这是过去那种 被这两样东西绑架的人 像我的导师那样 不过在这个时代 良心和责任可不是包一词 这两种东西表现得太多 会被视为心理疾病的 叫社会人格强迫症 要接受治疗的 即使在城市的灯光中 诚心也没费太大力气 就找到了DX3906 与他的时代相比 现在的大气层清澈了许多 他从夜空收回目光 回到令他惊叹的现实中 他和AA就像站在一棵发光圣诞树上的两只小蚂蚁 周围是圣诞树的森林 光辉灿烂的大楼像叶子般挂满了每根树枝 但这座巨型城市是建在地面上的 随着威慑而来的和平 人类第二次学居时代结束了 他们沿着这根树枝走去 每根树枝都是一条大街 路面漂浮着许多信息窗口 使得街道像一条五光十色的河流 时常有几个窗口从路中的主流中飘出来 跟着他们走一小段 发现他们对自己不感兴趣之后 又飘回到主流中去 属于这条街的建筑都挂在下面 这是最高的树枝 上面就是星空 如果走在下面的树枝大街上 就会被挂在周围和上方树枝的建筑所围绕 自己仿佛是一只小虫子 飞行在树叶和果实 都发出绚丽光芒的梦幻森林中 诚心看着街上的行人 一个女孩子 两个女孩子 一群女孩子 又是一个 都是女孩子 都很漂亮 都很美丽 穿着闪闪发光的衣服 像是这梦幻森林中的精灵 好不容易有一个看上去年龄稍大些的 也是女人 美丽几乎掩盖了年龄 当他们走到这根树枝的尽头 面对着下面的灯海 诚心问出了那个 他早就想问的问题 诶 男人呢 他苏醒 有四天 从没见过男人 到处都是啊 AA指了指附近 那 看 那个背靠着栏杆的 还有那边三个 还有那两个正在走过来的 这都是男人吗 诚心看看那几个人 他们面容白嫩娇好 长发皮肩 身材苗条柔软 仿佛骨头都是香蕉做的 举止是那么的优雅 轻柔 说话的声音随着微风传过来 细软而甜美 在他的时代 这些人在女人中 也都是属于女人味最浓的那一类 诚心很快想明白了 其实这种进程早已开始 公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可能是最后一个崇尚男性气质的年代 那以后 虽然男人还在 但社会和时尚所喜欢的男人 越来越女性化 他想起了二十一世纪初的 某些日韩男明星 第一眼看上去 也是美丽女孩的样子 那是人们称之为 男色时代的来临 大低谷打断了人类的女性化进程 但随着威慑时代而来的 半个多世纪的舒适的和平 这一进程又加速了 A说 你们公元人最初确实很难分辨他们 不过这对你来说可能容易些 你看 从那些男人看你的眼神就知道 你这样的古典美人 是很吸引他们的 诚心有些警惕地看了一眼 像什么呢 我可是滴滴叨叨的女人 你们那个时候的男人有什么好 粗鲁 野蛮 肮脏 像是没有充分进化的物种 你会适应这个美好时代的 诚心在三个世纪前 即将进入冬眠时 对自己在未来会面临的困境 做过各种假设 但现在这个 是他不可能想象到的 想想在这个女性化世界的长远生活 会是什么样子 诚心的心中一阵惆怅 不由得又抬头去夜空中 寻找自己的星星 哎 又在想他啊 AA搬着诚心的双肩说 就算那个男人 当时没有飞向太空 和你在一起 你们孙子的孙子 现在也进坟墓了 哎呀 这是个全新的时代 全新的生活 与过去全无关系的 诚心努力使自己这样想 并努力使思绪返回现实 来到这个时代只有几天 他对以往近三个世纪的历史 只有大概的了解 最令他震惊的 就是人类与三体世界 因黑暗森林威慑 而建立起来的战略平衡 这是一个问题突然冒上脑迹 这样一个柔软的女性世界 谈何威慑呢